所有在股市奮鬥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歡迎收聽股市蔡英斯坦 本公司金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0英年金管投顧薪資第01字號 大家好 歡迎您收聽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節目主持人Ruby 那隨著這個禮拜四的美股轉強 台股在禮拜五也開高 太陽能族群受惠於這個行政院 通過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有獲得這個資金進駐再往上攻高 那麼還有其他的內需概念股 也是盤面上的焦點 操作的機會非常的多 後續的盤氏解析 趕快來請教股市相對論的發明人 同時也是改變立場的貴人 Ruby 蔡英斯坦 蔡振華老師 老師好 Ruby 好 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好 老師這個前幾天有一直提醒大家說 這一波的拉回看起來是賣點 但其實是買點 只是大家不容易看出來這個機會 那就要請教老師了 這個後續的盤氏可以怎麼來觀察呢 好 那如果我們所跟各位講的 其實很多人是把我們的節目當成 人生哲理在聽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會講一些這種東西 對 其實原始佛教是一種哲學你們知道 原始佛教 因為佛教他經歷了這麼久 到了各個地方有很多分支 對 到各個國家去都有 對 你知道台灣有一群人士信奉日本系統的佛教 日本系統的佛教 因為他可能在旁邊的人看來都差不多 其實差蠻多的 往中南海半島船過去的跟留在西藏那邊的 還有漢船的嘛 各自不同 那漢船的就是我們平常最多接觸到的嘛 有的時候你去廟裡面會發現到那種 有那種三層樓大宮殿的有沒有 對 他有的時候二樓那邊是佛教那邊的神尊 然後一樓是道教的神尊 那個就是因為來到那個中原地區以後 他佛教比較晚到嘛 那還沒有來之前呢 其實在中原地區本身就已經有一些信仰 他就結合起來了 這個跟西方人的中心思想比較不太一樣 西方人的思想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你其他的通通都要消失 然後亞洲這邊的話 他就變成結合起來了 那我講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在講那個股票市場 我在講這個邏輯 就是說你本身有一些你的想法 比方說我常常講的幾個東西 一個比方說 你知不知道人生為什麼沒有辦法把握機會 對沒辦法把握住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機會出現在眼前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他是機會 看不出來他是個智慧 他如果讓你看得出來的話 那人生沒有失敗者 對啊每個人都成功 對吧 對 就像昨天跟前天那兩根藏黑嘛 是 潘明明就是機會啊 可是你昨天不會覺得啊 你就覺得好可怕這樣子 對嘛 所以那今天這個勾上來 就是一個標準的日出對不對 是 先知宣決者當然是買在昨天的尾盤 那當然小弟又做到這一點了 這個我還是要跟大家搖擺一下 對不對 就是我們就是有做到嘛 那當然我也有預告給各位聽嘛 那有一些朋友也可能跟我們一起有做到 比方說他買在昨天尾盤 那第一個先恭喜你 第二個就是說 縱使不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能不能夠在日出的當下 跟著大家一起起床工作 對不對 所以像我昨天講的說 禮拜五有三個小時是最黃金的 黃金三小時 就九點到十二點中間 你一定找得到股票 然後噴上去對不對 是 那我禮拜四遇到股票 其實漲停了三檔 這個就沒有什麼好囂張的 因為正常實力發揮的水準 對不對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漲停板是很正常的 很常見 如果說你常常聽到有一些節目 漲停板很開心有沒有 那好像漲停板是什麼 多難可貴 那這我就不能理解了 在我來講 漲停板就是生活的日常 就很平常的時間 對 那你們也都看到了 所以我覺得也不說什麼 那我今天也不用在那邊跟你講說 我多厲害 我們就回到股票市場的本質 對不對 你的進出他其實是有一個哲學嘛 對 如果我用外在的形式去教你的話 好像功夫有沒有 你可以練外功 有一招十八四 然後降龍幾件有沒有 然後獨孤己見 那叫做外功嘛 那我就跟你講日出 那跟你講凹凍量 然後跟你講 包括像這個上升趨勢線 時君怎麼彎 MACC在哪裡 KD80不要怕 這個就外功嘛 對不對 是 就算你都學會這些東西 其實還有內功勞 就是心法 心法就是你的意念 就是意識 就是你心中的意識 因為你多頭格局當中 跌下來一定會勾上去的 那次要的方法就是 在日出的時候跟著買 那有的朋友他可能不會買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說 回到那個意識的本質了 比方說 所謂的最好的買點是什麼 他一定是跌到 多頭沒有信心的時候 會出現買點 是 因為沒有信心 你會把股票賣掉 那你本來不是看多嗎 假設一個市場全部的人都看多 你要怎麼出現買點 一定是要有人放棄的時候 對 那賣單才會出來 對 那不就是昨天 就是禮拜四 就禮拜四嘛 是 好 那就禮拜四出現這個點 那禮拜五就勾上來了 所以你問我說這個盤會長到哪裡 我就反過來跟你講 長到空頭喪失意識的時候 空頭沒信心的時候了 現在空頭想要去空他 他要空什麼地方 他可能會想空禮拜二禮拜三嘛 是 我就讀你 那個14、15號升息有沒有 台灣這邊是15號嘛 美國那邊是14號 升息完以後 道瓊過不了高點殺下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很簡單 然後我停損就放在15,000上面 你站上去我就停損 空頭一定這樣想 是的 那下個禮拜攻上去以後 讓你看到15,000 甚至你看到16,000的時候 空頭是不是就喪失意識了 是 那個禮拜反而會有一個短線的賣點 其實這個就是 我現在在講這個東西 就是一種情境了啦 因為他是偏向那個意識哲學的東西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佛教其實也是有其道理的 你想想看齁 在你接觸我之前 你一定接觸過很多其他的老師跟財經媒體 對 對 我好比說齁 這個比喻我以前用過 你是一杯烏龍茶 偏偏我是紅酒對吧 是 你沒有辦法裝進我的東西 因為你心中有底 對有一杯烏龍茶 我覺得蔡老師講的這個 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不可能 因為今年升息的時候 美國明年衰退 可是我看這個摘板三雄 他營收開始跟不上的 那我覺得生技股還能漲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生技股這個已經漲八年了 對不對 現在這個地方選舉選完了以後 我開始對2024以後擔心 我擔心可能到時候 不一定有對生技股這麼友善的環境 對不對 你先天下之優而優嘛 但是你想太遠 那個明年以後的事情 但你不能說有這種人的想法是錯的 他確實很有想法 他想到那麼遠去了你知道嗎 是 可是你看 像我們就是屬於最標準的活在當下 你不要以為活在當下很簡單 所謂的活在當下不是告訴你 看漲說漲看跌說跌 不是這意思 所謂的看漲說漲看跌說跌 你還不是在一個架構裡面 這句話的本身是有謬誤的 我舉例來講 我舉例來講 漲了1000點跌50點 你說跌你算不算是看漲說跌 因為你跌50點 有可能再漲500點 對啊 對不對 所謂的看漲說漲看跌說跌 是看你對 哪一個時間點去比較上來說的 你知道嗎 我現在來講幾個事情 就是說 活在當下這件事情上 比方說我們講這個 市場上在漲生計的美麗概念 是美麗概念 假設第一天漲了 第二天漲了 第三天還繼續漲 第四天跌 然後你說跌 那這個真的叫做看跌說跌嗎 對吧 沒錯 因為你假設說一跌你就要講的話 你要在三天前講 對啊 可是如果說你在跌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說跌 可是他第四天又漲了 你能不能說他看漲說漲 你不能這樣講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趨勢已經走了至少七到八天 對已經形成了 對吧 你不能說你跌下去以後你再上來 你看你又在說什麼看漲說漲 你不能這樣講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 已經已經超過七八天了嘛 對不對 所以來來來 我現在告訴各位說 活在當下這件事情 其實是接受當下的趨勢 當下的趨勢 接受當下的趨勢 我覺得現在的邏輯很簡單 那買點又出來了 大盤又日出了 這裡要供到前高越過 那這樣升息完以後 還有一波新的波段 你的發起點就是現在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好的 先請大家務必利用稍後的廣告時間 趕快加入我們 蔡英斯坦免費的那一帳號 那麼這一波洗盤過後 有更多的股票加入輪漲了 所以把握這個機會 趕快來電諮詢 那麼現在就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進廣告囉 有機金廣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氣作了一片 23年來都栽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樹枯軟膝上油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力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廣米有機白米 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聽眾朋友蔡英斯坦提前預告的 劍橋南光是再創高 生技股的漲勢擴散 那麼美麗概念股也持續的輪動 綠能概念股也是在往上攻高 操作的機會相當的多 這一次的333快速斑 就是要帶你鎖定 有機會創高的個股 還沒有跟上的朋友無必要把握 請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費的LINE賬號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三檔股票拼三成資金 就有機會來拼翻倍 每天都有機會 可以達到這個333的目標 那麼這一次特別推出 這個全新的333的快閃活動 要讓你輕鬆的來參與 無必要把握機會 今天播電話進來 開盤就可以跟我們一起進場 歡迎回到 股市蔡英斯坦的節目現場 那麼隨著這個創新高的個股 來增加每個禮拜都有機會 可以拼到這個賺三成的目標 那就要請教老師了 這個新的一周投資朋友們 可以怎麼來把握呢 你看 就偏偏給你漲綠能 好不好笑 綠能又漲了沒錯 就是你們不要想太多 很多事情就是想得太遠 股票漲股票跌 強的時候買弱的時候出 就這樣 人生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股票也會變得比較清楚 是 我現在跟各位講幾個道理 綠能跟生技兩個最大的 根源不同點在哪 雖然說全球都是推綠能 可是如果你拿綠能跟生技這兩個東西 在盤面上比的話 我跟你講最關鍵的不同就是一個點 在哪裡你知道 綠能的股票沒有一檔股票在創新高 喔 還沒有創新高的 是 生技毫無疑問很簡單的邏輯嘛 對不對 美食就是新高嘛 對 它就是歷史新高 就是你掛牌這麼多年來 創一個歷史 就直接了當告訴你 所有的人曾經買過的 只要你不出通通都賺錢 對 通通都賺錢 沒錯 那你就 這個就跟北極星一樣啊 我不是說股票的北極星 我是天空上的北極星 天空上的北極星 因為北極星會給旅人信心嘛 對 你迷路的時候會仰望天氣 尋找北方在哪裡 對不對 一個族群當中有人在創歷史新高 對不對 就跟台積那時候600多 創歷史新高的時候一樣 你會整個帶起來那個 那個 那個大家對他的景仰 還有那種勇氣你知道嗎 那現在綠能就比較可惜 就沒有 那當然也希望他有啦 現在來講的話就是說 低檔因為籌碼乾淨嘛 那我們禮拜四有幫各位抓到帽底 就是先攻了 但是這個當然有短線課在裡面 下個禮拜打開以後 會不會有一個賣壓出來 我認為震一震 可能要觀察法人最多在看的幾支股票啦 這裡的綠能要指整個大乾淨能源的 這個族群在裡面 你要把重電那幾支 中心電啊 雅力啊 甚至於四季鋼你都要拿回來看 一起看的 對 如果說你如果說能夠 比方說中心電來個創新高 有沒有 那這個就有氣勢就不一樣 現在綠能就是差在這一點 所以我們先把它當成強力的反彈嘛 對不對 強力的反彈以後 如果沒有個股在裡面創新高 它就會有所謂的第二隻腳的震盪 那生技不太一樣 生技因為你 你就新要的這些都衝上去 那市場上所謂的美麗概念股 漲到一半嘛 其實如果仔細看大江葡萄王都沒什麼事了 你看葡萄王還有投信在買它 對不對 它如果甩完以後再攻上去以後 其實很清楚嘛 到禮拜五的時候還漲得中欲對不對 然後南光我們在禮拜三的時候也有預告過 對不對 禮拜三跳空上來以後 其實禮拜五的時候本來開得比較高 很多人認為說你這個會不會 禮拜四啦 禮拜四開得比較高 你這會不會開高走低 那然後你看壓回對不對 禮拜五創新高 沒錯 還是上去啦 對啊 對生態啦 還有這個劍橋對不對 劍橋還是創新高 也是老師預告的 這個就是說 序長 我覺得生技這個完全就是沒有 而且生技就是很好 它剛好就是在選舉的前後洗了一下 洗掉一些那種沒有信心的對不對 刷了一下你看又創新的 那這邊就是說綠能後續看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沒有這個股票能夠創一個新高上去 那你創一個新高上去的話 這裡要回到講汽車了 因為汽車也算是大綠能的一環 是 那有一些股票 我們看11月出來的 像比方說 荔青車燈的這個 然後一粒電對不對 對 這些股票上來以後 你看磁牆在這個地方 其實底部談算也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投資人 他現在在這一波行情當中 我覺得有參與市場的 不會沒有賺 大部分都是賺的 那7%到80 應該都是賺的 是 有一些賠到 因為你放一放還是就上來了 對 有一些賠到錢的人是怎麼樣 就是說 他第一個他強的追了 追了以後因為他錢不夠 他要買一個新的只要把原來的 就剁掉 剁掉的話 可能就小賠 也不至於大賠 就比方說 隨便像什麼股票 你來剁掉 那比方說 你有這個宅滿三雄的對不對 好不容易賺到一根藏紅 結果營收一出來 那景碩一根藏黑 對不對 那你可能星星或南電 你又成本附近 你又粗掉 或小賺或小賠等等都有 那問題是 因為你今天要買新股票 你就只好就把它粗掉了 大部分都是屬於這一種 這粗掉東拿掉西 因為錢不夠 然後你又不可能去貸款 或什麼樣加大槓桿 對不對 在這個時間點 所以我覺得 一般投資人 比較需要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說 這個禮拜買誰比較有利 是 那當然你沒有買的股票 可能也上去了 那沒關係 就給他嘛 對不對 你就抓準你 你看我舉個例子 你看以今年來講 剛起來的第一段 你如果買創意的 對不對 南電或是台積電的 你第一段一定都有賺到 是 那你第二段的話 就是說你看你買到雷虎的 你就有賺到 對沒錯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雷虎都長到這裡了 你去買什麼金剛 去買什麼全訓 不能說沒有錯 不能說不對 但就是稍微差一點 你會發現說 每個禮拜都有一個最強的 沒錯 所以你看這禮拜一定是劍橋 是 對啊 生計漲沒錯 你上個禮拜絕對就是滑星光 對滑星光 但你滑星光分排以後 你再去買它 也沒有很大的效果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 像我們現在在做的 第一個就是說 生計因為這個次度還在 是 就是我們現在 細稱為美麗乾牛不是開玩笑的 他是真的有其邏輯 對有邏輯 那如果說你看 反而有在看的一定就是 比方說我就以美容保健這幾個來講 你看大江跟這個葡萄王是最標準 有投信在裡面的 是 你就先看這兩支股票 能不能在下個禮拜一收到高點附近 他這個只要收到高點附近 那很簡單 這後面還有好幾支 因為我跟各位講 就是那個破尿酸膠原蛋白的上油原料 這幾支 他很多是在17裡面 17開頭裡面 那我覺得這股票 其實現在目前都不到50塊 對啊 都是比較 價格都很低 你絕對都還有機會 我認為 我認為在新的這一週 拉出兩根三根長紅的機會蠻多的 再來就你看 厘清那個車燈那支 他11月營收出來以後 市場是正向反應 那但是我其實講 他股價已經強一週了 他也不是說今天才突然一根暴衝 所以我認為多多少少有人猜到他營收不錯 他股價才會走一個平台再攻 那假設說平台 你出力多 他是開高走低 那這個市場就變成說好像就有人在欺負新人 那現在很顯然就是你追上去的也賺錢嘛 對 那這樣子的話下個禮拜的七色零食線還會再攻 這裡要回頭來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的股票是屬於 前一波的前一波 那你看有一些股票他 那你看有一些股票他 我其他的不講看窄板三雄就好了 對 就是說我想要告訴各位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部分的人都賺得到錢 但是你不要那個一筆錢卡住 你應該是要買這個禮拜才剛要漲的股票 我覺得你就會比較容易運用得當 而不是在那邊等 那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現在是屬於內置的時代 因為外資其實12月1月都要放假嘛 是 才會有這麼多的小型股會供到漲停 那我們新的股票也供上去的 邀請各位新的一週 禮拜一就帶各位進場 好的 那麼這個全新的一週 蔡英斯坦已經準備好了 全新的潛力股要帶你來佈局囉 每個禮拜都有機會可以把握到拼三層的股票 趁著我們這一次全新的333快閃 計畫一起來輕鬆參與 可以透過蔡英斯坦的Night 或者是波通專線聯絡我們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邊 再次感謝摩托顧 蔡英斯坦蔡振老師 謝謝老師 請各位操作愉快轉答前 本公司金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薪資第014號 新貴股票登入條件 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是否適合投資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以上節目由中廣新聞網 與摩耳投顧共同直播 進廣告囉 有機金廣米新上市 毫無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契作了一片 23年來都在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繡菇軟稀上游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勵飽滿的 高雄139號稻米 金廣米有機白米 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聽眾朋友 蔡英斯坦提前預告的 劍橋南光是在創高 生技股的漲勢擴散 美麗概念股也持續的輪動 綠能概念股也是在往上攻高 操作機會相當的多 這一次的333快速般 就是要帶你鎖定 有機會創高的個股 還沒有跟上的朋友 務必要把握 請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費的LINE帳號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三檔股票拼三成 資金就有機會來拼翻倍 每天都有機會 可以達到這個333的目標 那麼這一次特別推出 這個全新的333的快賞活動 要讓你輕鬆的來參與 務必要把握機會 今天撥電話進來 開盤就可以跟我們一起進場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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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